歡迎收看大新聞大爆掛 感謝大家支持 我們的訂閱又往上增加 目前55萬6千 所以呢希望大家趕快 我們目前先拼60萬 那當然下一個階段 要充百萬訂閱 同時記得按讚還有分享 而且今天晚上這個廟口開講 我希望你也可以到現場 沒有辦法到現場的話 沒關係線上看也一樣 今天廟口開講到哪裡呢 回到這個北台灣的部分 來看到了這個是 今天晚上的6點半到8點半 是來到了新北市泰山 的文城廣場 好 那麼今天的陣容有哪些人呢 許國泰市政風 洪孟凱 波激皇 鳴謝 寒冰 冰哥 張有化 曾明中 林國慶 王上志 吳玉山 海 翁重軍 好 那麼在明天晚上呢 南下嘉義了 到嘉義 民雄 好 這是財團法人 民雄開機 騎虎王廟 在這個地方開講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到現場 來聽聽 一起挖掘 你在綠媒聽不到的 政權腐敗與貪污 真相 好 那麼同時呢 也是希望你的踴躍參與 就是我們今天的線上民調 問題開出來了 隨著大選進入尾聲 綠營開始破綻百出 尤其政見會之後 賴清德更是有 無力還手的頹敗之勢 你覺得接下來哪件事 最有可能會成為破口 一 昨天撤崗哨的賴皮打卡勝利 二 瞬間流量破百萬 消防員的眼淚 三 因為一號開始取消關稅 減讓萬人失業 第四 你覺得還有可能會成為破口的 你的想法 你的觀察 都非常歡迎透過留言或是斗內 讓我們知道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三個選項其實也都是我們等一會呢 都會一一討論到的內容 希望大家呢 踴躍的表達你的看法 為你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邀請到時日評論員董志森 董哥 是 大家好 還有台北市議員劉采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長李永平 千惠 大家好 好 在昨天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賴皮寮上演了一出萬里大逃亡 就是國安特勤倉皇逃離 倉皇撤離 好 是因為蔡皇下令了嗎 大概時間差不多 我其實昨天報掛還在進行 大概三點左右吧 好 我們就已經看到 畫面一一傳回來了 也就是這個賴清德的萬里老家違建 在這邊的特勤崗位呢 正在搬離撤離 好 那主要是因為呢 國安特勤的說法 國安局的說法是呢 因為賴清德在證件發表會上 已經表示 房子要交付公益信託 優先作為礦工生活紀念館 所以國安局就特別強調 考量到這一點 所以不屬於特種勤務條例所的規定的維護對象的居住所 居住所 所以呢就開始搬離後續的撤哨等等 好 在昨天我們看到呢 好 搬家公司的這個 車開進來了 好 然後就看到在大雨當中 這個國安特勤變成了社區警衛 搬家工人 好 那麼先是搬出了 冰箱啊 烘衣機啊 洗衣機啊 床墊啊 好 網友開始罵 罵爆了 好 說從一開始呢就不應該看守啊 還有這個掃地 小地下台 什麼也要演啊 演個不停 好 那在今天還沒有完全搬完 我看到目前今天傳回來的 現場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 還陸陸續續 今天還有陸續有卡車搬運一些生活物品 器具等等 好 那記者就有在現場嘛 就詢問說那要搬幾天 當然這些相關的特勤人員是不會說明的 那今天在這個現場 還是有不少人去拍照打卡 也有現役軍人到場說 現在被人家逼了才撤除 那以前花費也是公帑 也是你我的納稅錢 應該要追回來啊 好 要現役現兵 看看這個違建是屈辱 不過回過頭來啊 因為這個美島電子報董長 吳子佳 他就說其實昨天正在慌亂當中 急忙撤離 撤離的一陣亂 他主要是因為為什麼 因為陳峰下令 這個陳峰指的是誰 就是蔡英文總統 他說讓這個將官班洗衣機拆港庭不像話 他民黨高層事實上對這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見 但國安局照理來說 指歷屬於總統聽總統指揮 副總統是沒有辦法指揮的 所以他認為這是總統下的命令 因為蔡總統非常火大 弄成這個樣子 一方面他選舉還是想贏啊 二方面呢 因為他想要留下一個漂亮的ending 結果呢 爛世被搞成一堆 好 我先請教永平姐 這件事情現在 你知道觸怒小英 觸怒英皇啊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 是不是蔡英文下令的 我並不知道了 可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說賴皮寮事件呢 並沒有因為賴清德 這個在證監會上面主張公益信託就止血 我覺得他這個事情呢 反而滾雪球般擴大 然後今天呢又還有新的發展 那個我稍後一點講 我先講他公益信託的部分 為什麼公益信託無法止血呢 因為大家要了解公益信託呢 第一個 你並沒有改變所有權 好 那你因為沒有改變所有權呢 所以今天他是帶他的兒子 去說要公益信託 可是那個房子呢 所有權在他兒子身上啊 所以呢 過了幾年 如果賴清德沒選上 或者是他選上了 可是他下任了 然後呢 他以後退休了 他兒子說我不要公益信託 他馬上就不公益信託 然後照常那個房子 還是一個 我以前不好意思講是 這個花園洋房別墅群 後來發現說 我只敢講一個小洋房 結果發現一棟二棟三棟 每輪每換的花園 那現在真的是叫做 這個奢侈的別墅群 那他變成是這樣的時候呢 第一個 大家當然不買單 你第一個 你並沒有改變所有權 第二個呢 他目前根據公益信託的法律呢 他既沒有取得建造 也沒有取得這個房子的這個權狀 他因為是個違建嘛 所以你根本也無法公益信託啊 因為公益信託法裡面有一個很明確規定 而且這件事情呢是 很不服氣的蘇嘉全太太出來說的 他們的總共跟我們都不一樣啦 不一樣啦 他們那個是捐出去 我們一定要強調 蘇嘉全他那個是捐出去 他是連所有權都放棄 他這個所有權沒有放棄 而且你根據法律 你根本不能公益信託 那你清飆飆的四個字公益信託 什麼意思 又來騙嘛 假動作 又來騙 對 他們就是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 整個選戰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一直不肯說實話 包含蕭美琴現在國籍也沒有說實話 他們一直不說實話 可是他們呢就要去用那個情緒勒索跟動員 這才會為什麼賴清德一直哭 因為民進黨呢就是靠悲情排起家的 他就覺得說看他流淚呢 他就想要引發他的知識者 他很可能的啦 大家不要這個政治要有一點人性啦 那現在講的最好笑的不就是蘇貞昌嗎 他講說政治要多一點人性 結果馬上一個梗圖就出來說 最沒人性的就是你 所以現在我覺得這個問題 之所以不能止血在這裡 好 那民進黨剛才講國安局 蒼黃逃走 那個真的很難看 他那個剛紹廷整個這樣子匆匆忙忙 你看裡面還有那個是洗衣機吧 就是你看他拆除洗衣機電風扇什麼的 然後整個剛紹廷趕快弄走什麼 那第一個你如果要做這個動作 其實你是不是在第一時間大家爆料的時候呢 你其實就可以出來說明 你出來說明你趕快第一時間處理呢 可能還不至於說讓大家覺得 你這個都是套好招的 反正現在呢不管叫做賴清德跟國安局 套好招在證件會上講謊話 然後讓他一氣呵成 還是說英女皇震怒 所以呢大家又去挑動說 英賴之爭不管哪一項 對 民進黨都不利 那第三個今天最新的發展呢 是先由媒體人爆料說 欸 竟然發現 他那個國安局的那個 他設的這個點呢 港少點呢 竟然是用限制性招標 欸 你給人家睡幾個房子 你只不過租一個房子 你有必要搞限制性招標嗎 租房子不是公開招標 這個價低者得嗎 對不對 第一個 你為什麼搞限制性招標 然後呢 標得的人是誰呢 是一位叫做林炳泰的人 好 這個林炳泰你紅了 那林炳泰為什麼紅了呢 因為林炳泰被拍到照片呢 穿賴品魚的特助背心呢 在萬里活動代替賴品魚去跑行程 結果今天呢賴品魚的對手 國民黨的廖先祥候選人 就去法院控告他說 欸 你這個有沒有公器私用 你有沒有用國家的錢 涉嫌因為你新潮流勢力龐大 然後呢 你去幫忙賴品魚 用公款限制性招標買一個助理 因為這個林炳泰並沒有登記在 立法院賴品魚的助理名單中 可是他穿著賴品魚背心 出去公寄啦 紅白鐵啦 幫他跑行程啦 然後寫著他的特助啦 可是聽說現在賴品魚不認 對 但是現在賴品魚的說法是什麼 因為廖先祥去告了嘛 因為廖先祥認為說 你這個有違反貪污制罪條例 還有違反採購法嘛 因為你這麼簡單的 給人稀幾間出 這怎麼可以用限制性招標 通常我跟大家講一下 限制性招標的規範 限制性招標都是很特別的 譬如說今天我們藝文表演 我要一個舞蹈 那我要雲門的舞 跟我要民族舞蹈團 是兩種不同的舞啊 所以我要雲門的舞 我可不可以限制性招標 可以 可是你租房子 隨便房子都可以 有多大坪數的空間 我就去租就好了 那這為什麼要用限制性招標 所以這有沒有違反採購法 這可能違反採購法 那第二個呢 那國安局的人的錢 給了這個林秉泰 他真的變成賴品魚 地方在幫他跑助理的行程 有沒有用政府的錢挪給立委 然後等於是 就是把他洗錢洗到立委那裡 讓他白得一個助理 好 那賴品魚他為了要自欽 所以他今天說 林秉泰不是我的助理 好 那如果賴品魚 要這樣丟包的話 那因為我拍到照片 他有穿賴品魚特助的背心 那這樣子這個林秉泰是不是涉及詐欺罪 所以你今天民進黨在搞什麼 你新潮流在搞什麼 新潮流今天這事情 讓我想到我們一直在追 那個超私的蛋有沒有 我們一直覺得很莫名其妙 說超私一個不見經賺的公司 那賺了那麼一大堆的錢去哪裡 後來我才想到 其實大家沒有追的是說 有沒有他們家的親戚或者朋友 或者親戚的親戚姻親什麼的 結果在座民進黨 特別是可能新潮流系的一些地方 沒有登記在立法院在案的 跑行程的服務處的助理 因為立法院的錢已經夠多了 結果你還要貪這種小便宜 好 那賴品魚第二個說法說 當他限制性招標發生的時間 他還不是立委 可是新潮流經常是超前部署 他先鎖定這個人說說 我這條錢給你 你選前 因為那是2020年之前 他就給他限制性招標 那他選舉的時候就說幫忙 那選前幫忙 選後就直接服務 變成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所以說真的 大家罵新潮流 罵假黨假題 真的新潮流知相太難看 我剛好看到這個網友布斯就說 林秉泰 那跟林秉書有關係嗎 應該是沒有啦 這叫林秉什麼了 好像很容易中標 但是我要提醒你這林秉泰 你會倒楣 因為賴品魚如果不認你的話 你就變詐欺了 麻煩在你身上 好 那請教這個采薇 目前賴清德怎麼辦 為了這個賴皮寮哭也哭了 也說要信託了 那也在搬家要撤哨 甚至呢 反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惹怒了 蔡英文 總統也震怒 呃 但是要死命的想辦法要救火 可是目前看來這把火 怎麼越燒越旺 不過我覺得民進黨 剛剛呢 有明天講的哭嘛 這民進黨它其實兩大步驟 第一步驟呢 就是先死不承認 他們第一步是不是跟大家說 這不是違建 所有的黨公司出來 死鴨子嘴硬 這不是違建啊 這個是那個時候 礦工很辛苦的住宅啊 等等的 然後發現拗不下去的時候 是來哭 只要發現民進黨的人哭 你就代表知道 這件事情他們拗不下去了 第一沒有理嘛 第二他們也拗不過去 這個邏輯了 所以他們只好先哭 所以你會發現 民進黨到現在 這個兩個邏輯 兩個步驟 他們都已經走過了 接下來他們就已經知道 這個是傷很大 所以要開始止血了 但是我覺得 現在止血已經太晚了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 他們一開始不認違建 就已經讓大家看到 哇原來賴清德 你是死鴨子嘴硬啊 而且還不會處理事情 只要遇到你自己的爭議 你自己的問題的話 就是切乾淨 然後第二個呢 再來被發現原來有國安在裡面 這就是引發另外一波觀感跟你信任的問題 大家會懷疑 那你之前不是說 這個你都沒有在住嗎 所以他就只是放在那邊 當作是一個情感寄託 回去摸摸爸爸的照片 回去看看爸爸的照片 我先不說我覺得這個邏輯多荒謬 如果只是這樣子的話 那根本沒有辦法去解釋 為什麼會有國安在裡面 也解釋不出來 再來說我回到剛剛說 那個摸摸照片這件事情 奇怪 賴清德你不知道現在有電腦 不知道現在有掃描設備嗎 所以你可以發現 從賴清德他們一開始的解釋 到現在的這個解釋 正常人都會聽得覺得很不合邏輯 所以賴清德他也根本不把這當一回事 他也認為說我的解釋 我不是要解釋給你們這一些中間選民 不是要解釋給你們這些社會大眾聽的啦 我解釋給誰聽 給我的支持者啊 基本教育派啊 反正我那些支持者信我就好了啊 賴清德在做這一件事情 但很顯然他已經忽略了整體違建 對於他的傷害了 所以第三嘛 他才會把違建合法化 什麼叫違建合法化 就像那天啊 在證監會上面說的啊 他要公益信託 這個真的很可笑耶 你違建就是違建 不會因為你公益信託了 把他變成好像是公益信職的 慈善基金會兒一樣 那甚至啊 事實上公益信託 還是不可能不可能執行的事情嘛 所以賴清德他這個 從第一步然後到最後一步 現在看起來 他完完全全就是把選民 就是把支持者當笨蛋 你知道嗎 所有他的這個邏輯都不叫邏輯 他只是想要合法化他這一間屋子而已 再來他國安局我真的覺得很倒楣 因為根本是把國安局當私人保鏢啊 揮之即來 虛之即去 為什麼說是虛呢 因為大家在虛擬這件事情的時候 好好好那你趕快搬走 而且這件事我認為的確一定是跟蔡英文有關係 為什麼 現在喔可以有在住家外面有這個國安保鏢的是誰 元首跟副元首就是這兩個人嘛 那今天我的一個老家有保鏢代表什麼 代表我擺明我覺得我會選上耶 你覺得蔡英文可以認同他這個行為嗎 老娘都還在位子上面 你就已經這麼囂張了 直接把國安的人叫到你老家前面 我相信蔡英文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事實上喔 在這個國安局的調度當中啊 國安局要派 要派遣任何人員 基本上都要經過元首都要經過蔡英文的同意 因為他是三軍統帥嘛 那我們的國安局他其實就是納入在三軍的其中的一個部分 就一定要蔡英文同意 那顯然蔡英文是不知道這件事情的 否則如果蔡英文知道他不會撤離的這麼快 如果要蔡英文知道要撤離的話 他一定也會有相關的一個論述 這是英系的處理方式 可是顯然你看這麼倉皇的算是逃走耶 然後冰箱啊什麼的啊等等的 冰荒馬亂的這樣子 冰荒馬亂耶 而且他們一定會知道有記者拍的 但是還是要在那時候撤走 你就知道一定是有人生氣了 所以才需要在那個時間點撤走 而且那個時間點很尷尬耶 他是在中午的一個時間點 從早上撤到中午撤到下午喔 還不是在那個下班的時間點說 哎呀這個可能媒體比較少一點的時候撤啊 很顯然你知道一件事情 不給賴清德面子啊 所以其實這一個違建的事情喔 他不只是讓社會觀感非常的差之外 他也已經影響到民進黨裡面的派系 原本就對賴清德不信任 現在更不信任 而且這個不信任感是他會認為 天啊你賴清德就一個違建 然後你可以處理成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相信你可以帶領這個國家 而且民進黨的人擔心的不是帶領這個國家喔 因為他們不會擔心國家往哪邊走 他們擔心的是未來我要怎麼可能把這個民進黨交給你呢 他們會擔心的是這一個 因為顯然現在賴清德完全沒有危機處理能力嘛 所以接下來我相信喔 賴清德這個老家的事情到現在喔 小雞他們都已經不幫忙護航了 一定會有小雞站出來咬他 真的一定會有 因為現在你知道他們的小雞已經開始在講什麼 哎呀這個東西喔的確如果做不好的話呢 這個賴清德辦公室啊一定要出來說清楚啦 一定要趕快來做個解決 當小雞這樣講你就知道喔 這件事情已經不只是影響到他們總統大選 已經是連立委區域立委的選舉 都已經明顯的影響而且衝擊到了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如果他在死不處理這個違建的話呢 接下來會咬他的人 不是國民黨啦就是你們自己民進黨 最後一個我要講的 你知道賴清德為什麼那時候會提公益信託嗎 因為公益信託他真的當大家 不懂他會想說我把這個好像是類似捐出去 那事實上不是捐出去 對他混淆視聽嘛 那他就當做大家會以為是捐出去嘛 那這樣子如果以賴清德的邏輯來講的話 賴清德真的很可惡你知道嗎 因為他想說如果大家會覺得我把他捐出去了 那事實上如果捐出去的話公益信託 那是誰要養這個錢養這一個呢 不管是博物館紀念館什麼都好 不就是公益嗎 不就是公益要養嗎 我們的錢 是啊就我們的錢 所以以後我們每個5月納稅的時候 如果說按照賴清德原本這個邏輯 我們是要幫賴清德去繳錢養他老家 你知道賴清德的邏輯就是這麼壞 民進黨的邏輯就是這麼可惡 而且是養為賤 是啊是養為賤 我先請教這個董哥 就剛剛前面兩位來賓都講了很多 的確我們也看到的非常離譜啦 就是國安特勤人員在幫你顧為賤 好結果呢現在眼看要一發不可收拾 就趕快撤離 但問題是這個已經也來不及了嘛 包括了你知道罵聲不斷 很多網友啊很多觀眾就說 你一開始就不應該看守吧 掃地要下台也要嚴好嚴慢 還有把以前浪費錢吐出來 那也有網友就說 剛剛前面大家有提到信託 好是信託了吧 是根本切割了吧 所以回過頭來我先請教董哥 尤其看到這個今天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 蔡英文總統已經受不了了 覺得說你趕快給我搬 但是一間房子搞成這樣 對賴清德來他真的終究是 性格決定命運 如果這影響到他的總統大位的話 我覺得新北執政應該同意他 他的公益信託 把他當作一個歷史性建築 因為永平當個文化局長最知道 這個叫政府叫類為保護 那這個事情到目前為止 你真的覺得說 我們學中華文化的古文是很重要的 德不孤必有靈 你知道那個靈機就是他堂地 也是違建 然後租給國安人員來看守違建 賴清德不孤 他果然是有個好的鄰居 就是自己堂地 所以可以看到 這棟房子討論度那麼高 他已經是台灣最有名的立建族 立建族啊 所以大家應該來瞻仰 要讀萬檢書還要走萬里路 一定要來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賴清德 他其實都在欺騙社會 我先講 其實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有規定 總統跟副總統的財產都要信偷 那你有沒有捐出來 你本來就應該信偷了 他對外好像說我要做公益信偷 他已經當了副總統決定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法律規定就是怕總統跟副總統 不用你去操縱股票啊 你去做房屋投資去買賣啊 所以這個是有法律規定的啦 那他今天講說我要公益信偷 這個是欺騙社會 那第二個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一個 想要偷生的一個手法 比如說他們開始是講說這個 一個像剛才薇所講的 他們開始就一直來講 我們這是合法違建 我們怎麼樣 合法違建你知道我想到什麼 我想到乾淨的煤啊 啊 對 對對對 乾淨的煤 他乾淨的煤這種 對 都說得出來 燒煤 煤哪有乾淨的沒有嘛 違建哪有合法的 當然違建就是違法的嘛 才叫違建嘛 那你就看到他那個套路 這套路幾天前 又有一個綠色的領主出來講 這個可以提出申請 講完以後他們真的馬上去申請 所以現在新北市政府說 欸 這兩天有收到 他們要來申請為合法 說他們依照 多少年前的一個都市計畫 那時候怎麼樣怎麼樣 那老實講 這些都是他的反兵之計 他想說你們不要再討論了嘛 你們在討論他就有傷害 可是因為他的不爽快 因為這像類似這樣的房子 你如果說是要選總統的人 他其實是很容易處理 就是說你只有拆嘛 或者你用煎嘛 那煎出來當然你就會變成蘇嘉田這樣 所以最近蘇嘉田被討論很多 大家看那個房子蘇嘉田煎出來 到現在11年了 沒有用途啊 記者去拍 荒草一片 裡面漏水什麼都來 那就變成這樣 所以可以看到 戴清德他當然有人都不捨 可是你大家想想看 我們這些年來每次選舉都有人 政治人物被檢舉為賤 韓國瑜 袁寬仁補險被檢舉 然後廖先祥也被檢舉 張志倫 中和國民黨提出也被檢舉 柯文哲 黃國昌通被檢舉 他們都自己拆了 他們不會在那邊跟你講 我這是合法的 我是怎麼樣怎麼樣 都不講 因為違建就是只有違建 那當然你說很多老百姓也有違建 是 可是你是要起大位的 那這些人他們是要選立委或選什麼 他有公職 所以會被人家用這樣的角度來檢驗嘛 那賴清德就是不願意 那我又想起一句 中華文化的美德啊 你知道那些國安走的時候 我馬上就想到這句詞 李厚主要走的時候 最是倉皇慈廟日 揮淚對公兒 對不對 大家都想了嘛 你看我們的國安 國安奉命來看守你這個 你說平常沒有人在住的房子 那國安現在又倉皇的逃出去 而且中間還被拍到國安還幫你整理你的那個花圃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真是情何以堪 我覺得他們自己也很不願意 國安人員他是憲兵啊 那他們最大的工作是要怎麼 他當然保護總統副總統的對不對 就保護你 可是我沒有我保護你 我沒有要保護你的我皇子啊 我沒有要幫你家打掃啊 那大家看到他們其實一定會非常無奈 因為會覺得有被羞辱 因為這不是我的工作 那我如果不做的話 我擔心你報復 因為民進黨到處會報復嘛 那今天看到這一幕的一幕 大家就覺得說 哎呀真是為難的這些人 我們雖然大家看了 那開始喔 因為這房子一開始吵 大家都拍正面嘛 對 新北市政府都正面 所以大家講 那有人問我說這房子如果一樓跟二樓 看起來大概是四五十坪嘛 我在很多節目上講 我說我不會說他是豪宅啊 那我現在又看到空拍 又看到後面的花圃 我就聽很多朋友講 哎 那下面那個大房子 後面一個中房子 後面一個小房子 像俄羅斯娃娃咧 像俄羅斯娃娃 我說無限延伸 我說那中華文化的優美在哪裡 我就想起了 有一點的春暖 我就看到很多榮雅人 牽手觀音 我正面看有一個人 後面一隻手 一隻手 一隻伸出來 哇牽手觀音 伸出一堆手 那個景很美 他們是一堆安雅蘭 那裡面帶頭那個人 我記得叫台立華 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啊這些人真是讓人感動 讓人振奮 可是你看到賴清德 這個大房子 套中房子 套小房子 旁邊還有花圃 你就覺得說奇怪 你為什麼要把你 值得留戀你父親的工療把它拆掉 這些全部是重蓋的 對啊 新蓋的 你是新蓋 你要懷念的是你父親時代的工療 你不是口口聲聲這樣講嗎 那顯然你把你父親的工療都拆掉了嘛 你現在是原地蓋一個舊房子嘛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如果這樣還要再去流淚再去表演 你捨不得不是你父親 你捨不得就是我好不容易 趁著蘇貞昌幹台北現場 我就把它蓋起來 蓋得又大又美 那你們現在要我猜 我是很不捨 他現在的情節是變成這樣 那另外一個情節就希望說 大家不要再討論了 我們趕快要插開話 對 已經處理了 那趕快我已經處理好了 我已經公益信託 公益信託哪有那麼簡單 房子還是你的 這是大家懷疑的嘛 而且你還要主管單位 要整個時候的程序過來的話 那這個就是以偷代變嘛 所以我覺得萊青德不誠實 不老實 而且還要繼續的欺騙國人 而且因為剛剛大家都有講說 這是什麼蘇嘉全模式 不是喔 而且這個蘇嘉全妻子 實在忍不下去了 他大聲喊冤 他說我們不一樣好不好 我們與賴清德完全不同的情況 我們完全合法農社 有五張合法執照 當初直接捐給鄉公所 多慘多委屈 不要再講我們了 我們已經受傷很嚴重 我們真的好可憐 的確他有合法執照 而且是真的捐捐出去 好 那賴清德假捐假處理 這個部分我們後面會講 不過先回過頭來 包括了像是綠營名嘴 中年晃 他直接就說了 礦區公僚其實和眷村一樣 都是那個時代所遺留下的產物 只是眷村和礦公僚 既遇天差地遠 用現代的法律觀點 將礦公僚稱之為違建 是莫大的污蔑 因為責任不在礦公家庭 而是數十年來政府忽視所造成的問題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就是礦公眷村的概念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立刻被媒體人黃光琴打臉 他就說你違建賴的不處理 一路說謊 還被簡稱賴皮僚 已經不能因為全黨側翼 護翼人扭曲歷史 挫制時空 將賴家後來興建的獨棟為建 美化為上一代的集體礦工僚 好 況且他說 我們眷村是國防部蓋在國有地上 絕非違建 第二 眷村已經拆除或改建 2003年賴清德蓋違建的時候 已經是以貴為立委 是否有接貨礦工成前不處理 而只自顧興建自家違建呢 第三 談到眷村的老伯伯 從戰場上撿回一條命 也有一雙先生戰死殺場 留給子孫的 不多半也是貧窮嗎 要訴說悲情不也一大羅匡 所以我過頭來我請教這永明姐 沒錯 我覺得看到他現在跟我講說 其實就是一樣的 礦工僚和眷村是一樣東西 我只是覺得很噁心 這完全偷換概念 好 在評論眷村跟工僚之前 我想先幫洪恒豬 就是蘇嘉全的太太說一下他的委屈 因為當時蘇嘉全搭配蔡英文參選的時候 其實他家的農舍確實重創蔡英文的選情 他也是做副總統 但是他當時的情況比 我們如果真要跟賴清德來比 確實比他的情況輕微 他當時被認為有愛觀瞻 瓜田裡下 並不是法律問題 這個洪恒豬非常的喊冤說 我們都合法 對 他們都合法 可是當時這件事情 為什麼政治很爭議呢 因為合法的趙是他老公 就是蘇嘉全自己在做現場的時候 自己合法給建造給自己 發自己 那你自己發給自己 當然這個在政治上就很爭議 說你憑什麼發給自己 所以他是因為這樣 可是再怎麼說 他們至少還尊重法律 然後把它搞成合法之後 爭議太大之後 他就真的把所有權捐出 他去把它捐給公所 雖然剛才董哥講說 公所也沒辦法處理 什麼什麼的 因為當初也說做公益使用 可是你也要看地點 然後你那個房子如果在 因為大家當時為了住家 可能都放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那並不適合真的做什麼 政府的功能 所以他當然那個捐了也沒有用 那可是回到賴清德這一點 我講說他最讓紅橫珠不滿的是說 第一個你當時已經貴為立委 你後來還當行政院長 你還做了副總統 你一路走來 你連要去不管無鬼搬運 或用什麼方法 你連把它改成合法程序 你都不要 你連這個事情你都懶得做 然後你沒有改成合法程序 你明明就是一個非法的違建 那你今天就要硬拗到底 然後在這個時候呢 真正偷換概念的就是公益信託 我剛才已經講了 你叫做信託 不管你公不公益 剛才董哥也講了 你只要選這種公職 你所有財產都得信託 包含股票 那你所謂的公益信託 頂多是說我來做公益使用什麼 礦工紀念館 問題是所有權還在他跟他家人的手上的時候 然後到時候那個礦工紀念館呢 講的都是他爸爸的故事啊 這根本有什麼差別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件事情呢 他為什麼都不過去 轉不過去 好 那現在中年晃 就這些綠的名嘴啦 各種人啦 還有那個什麼姚立民 各種人都出來想要替他圓謊 為什麼都說不過去 都讓大家很生氣呢 因為眷村的繼承事實的問題呢 一路走來 我們別的不講 至少呢 軍系立委 感同身受 所以一路在立法院呢 修改很多法律 然後這個眷村的整個這個 新建條例呢 一路一路走 怎麼分配 各方面呢 都一直把它完善 那個過程也經過很多代的修法 也不是一觸可擊的耶 那別的不說 無法用眷村來定義的 舉例來講 我當時處理的 台北市的保障岩 那個就是沒有配到眷村 最苦命的一群老兵 這個占了一個山頭 隨便亂蓋的這個房子 那絕對是非法這個違建啊 那當然應該拆掉 可是為什麼保障岩保留在那裡呢 因為用了文資法的歷史聚落 把它全區保存嘛 那你起碼你要找一個法嘛 那今天中年話說 哎呀政府好像大小眼奇怪了 那你民進黨在新北市 也執政過以前的台北縣 你又中央執政那麼久 你如果知道有這麼多種不同的眷村 或老兵居座的形態 他的處理方式那你的真的對礦工 礦區的這些感同身受 你就一樣去用文資法 你當時把整個區域保留起來 可是為什麼賴清德這個不行 因為他風貌都破壞了啊 他重新建了一個花園別墅族群 那個花園別墅群啊 對不對 豪華的不得了啊 那豪華的不得了 他如果用文資法 只因為他爸爸曾經住過 你以前曾經是礦坑的去 現在你如果找文資委員去審議 誰會給他通過 不會有人給他通過的嘛 所以他每一條合法的路徑 都被他自己堵死了嘛 那說實在話就說穿了什麼 說穿了就是自私自利 想要圖利自己 賣更小 可是呢 又要裝顏面 其實他真的沒有別的方法啦 他唯一就是應該要拆掉啦 可是為什麼不拆 這幾天大家都是盛傳風水說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說他什麼那個龍穴之所在 他不拆 他的這個總統九五至尊的命格 就會被破壞 問題是你今天搞成賴皮疗 你難道總統路沒有很坎坷嗎 郭正亮亮哥是說要確保龍穴所有權 龍穴所有權的不能被別人奪去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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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